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团驳重工集团公司第712研究所前党委副书记所长金涛因涉嫌职务犯罪被移送检查机关审查提起工作 外界指金涛是参与中国航母最机密技术的资深研究人员高级干部 极有可能泄露中国国厂航母的机密 据报今年54岁的金涛于今年9月受到审查 他担任了13年副所长的中船重工第704研究所 则创建于1956年 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也是最有影响的船舶特服电机设备研究所 金涛担任两年所长的中船重工第712研究所 主要承担船舶电力推进系统及设备特种电池研制任务 其掌握的电力推进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据报道中船重工近期已接连有高层被当局逮捕于起诉 当中包括中船重工第718研究所原党委委员所长普建杰 严重违纪违法 包括违规取得加拿大国籍 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被开除当机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实时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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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